大家好好几天没有见 今天要给大家开箱一样东西 这样东西并不是什么数码产品 仅仅是一个双肩背包 因为马上要回家过年了嘛 我之前也没有一款比较合适的背包 用来装我的相机 我的无人机 还有这些电子产品 所以呢我前两天就购置了一款相机背包 说到这个相机背包呢 其实我当时看了很多个品牌 其中挑出来两个品牌 一个是国家地理 国家地理的这一款背包 如果是装相机的话 它非常的方便 因为它这个开口很大 直接可以拿放相机 不用一层一层的拿 然后还有一个品牌就是拓勒 据我的了解 它是做这些户外的 汽车上的旅行支架的 但是当我搜到它这一款相机背包以后 我是很喜欢的 起码这个外形我特别喜欢 所以呢最后我还是纠结了一下 在国家地理的这一款 还有拖勒的这一款里面 我选择了拖勒的这一款 现在我已经拿到了 因为这一款背包 我也是刚刚拿到它 之前我从来没有使用过它 所以呢今天我们就简单的来了解一下 它的外形它的材质 还有它的收纳功能 我刚收到它的时候 它是用这种箱子寄过来的 一个很大的箱子 上面有它的logo 托勒的 OK 这个就是这个背包了 这款背包我第一次见到它的时候 说实话有一点点大我觉得 而且它整体的材质蛮硬的 真的蛮硬的 尤其是它的这个背部 它的这个背部很硬 感觉里面应该是有硬板子在支撑 挺硬的 但是呢它和你背部接触的这个靠垫是蛮软的 蛮厚的里面是一个海绵的靠垫 这这块地方也是蛮厚的 整体的这个材质呢是蛮厚的 真的蛮厚的 OK 我们接下来来从正面看一下它 正面呢就是这样 它分上下两个部分 我们先把这个打开 然后这上面是一部分 这下面是一部分 然后上面这里有一个拉链 这个拉链打开以后里面呢是这样的 大家也可以看到这个里面是有这种隔断的 可以放一些数据线啊之类的东西 这还有一个可以挂钥匙的一个 这么一个小挂钩 整体呢就这么深 就到这里 然后外面还有两个口袋 这有两个口袋 这个口袋也是可以装一些像充电宝之类的东西 差不多 这还有个口袋也是一样的 里面没有任何的隔断 然后下面这里还有一个拉链 这个拉链拉开呢 里面是一个大空间 里面已经没有隔断了 这个是没有隔断的 然后里面就是这么一个比较大的空间 可以放一个本子书之类的一个空间 然后外面还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大口袋 这个口袋蛮深的 这个口袋是蛮深的 里面也依旧是没有隔断的 OK正面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它的这个盖呢是没有口袋的 是不能装东西的 这个盖 它的侧边这里呢是可以装一个笔记本电脑的 可以装一个15寸的笔记本电脑 大家可以看 然后这个部位呢也是有海绵的 然后这外面是可以装笔记本 这里面还有个隔断可以装iPad 可能是能放得下一个最新款的那个12寸的iPad Pro 我觉得应该可以 但我不敢保证啊 但是放下一个9寸的 9寸的还是10寸的那个iPad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这是一个装电脑的一个隔层 然后呢 这个部分就是它装相机的一个内档了 打开这个内档以后 我们就可以看到里面的一个结构 它原本就附赠了这几个隔断 这里面是有一些隔断的 这些隔断直接可以拿出来 是这样的一个隔断 直接可以我们把它进行任意的一个空间的一个组合 这样的一个内档 它的优势和弊端都非常的明显 优势就是它的保护性很好 并且呢 你可以在背着背包的状态下就拿取相机 但是它的弊端就是我们想要拿东西必须一层一层的都拿出来 这一点呢也和我刚刚说的另一款国家地理的那个相机包的一个比较大的区别吧 国家地理的那个相机包它的这个相机的内档是直接一个很大的开口 我们可以直接很方便的拿取相机 但是那个弊端就是你在拿取相机的时候必须要把背包拿下来 必须要把背包拿下来放到地上 这样才能比较安全的拿取相机 然后我发现它的这个相机内档是可以单独取下来的 大家可以看这样可以直接把它取下来 它其实是一个单独的内档 然后我们可以直接放到外面来把这些相机就是装配好 然后这个内档呢也有这么的一个提手 就是说如果我们已经到了家里以后 这个背包呢就可以扔到家里面了 我们出去拍照的时候就可以直接拎着这个内档包 这也是比较方便的一点 然后相机内档包的这个盖呢 它也是有一个小口袋的 这个拉开以后这里面有一个小空间 这个小空间呢我们可以放一些数据线啊 或者是放相机的内存卡或者是它的电池 你看这个小口袋就是专门给相机设置的 我们再来看它最上部的这个上半部分的这个收纳空间 上半部分的这个设计呢是蛮有意思的 它是通过两个卡扣把这个拉链锁在了里面 这样呢它的安全系数就会更高 因为它的拉链是并没有外漏的 除非有人把你这个用刀子划开啊 然后里面的这个空间呢是蛮大的 一直到这个位置 一直到这个位置 如果你放的东西比较多的话 那就可以不把它卷起来 就直接这样的一个状态拉上 这样呢它可以收纳的东西 装的东西会更多一些 然后我发现这个里面呢还是有一个拉链 这个拉链呢是一个环形的拉链 我把这个拉链拉开以后呢 其实我就可以摸到下面的这个内胆 摸到下面的这个相机内胆 它上半部分里面的这个拉链 我在拉一圈以后 其实我是可以把这个内胆直接卸下来 或者是不用的 这样呢它就会变成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直筒状的一个大背包 这样呢从上面我直接可以勾到最下面 这个空间呢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合理的使用它 如果你想把上半部分和下半部分做一个隔离的话 那就可以把上半部分这个拉链拉上 这样呢上半部分就会是一个隔离的状态 和下半部分是一个隔离的状态 上面你可以放你的衣服或者是别的东西 我的计划是上半部分是要放无人机的 OK 这基本上就是这一款拓勒的双肩背包 它所有可以收纳的地方了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它的肩带吧 也是有这些很常规的这些可以让你装GoPro 或者是其他一些电子设备的一个这些带子 然后它所有的这些拉链啊 这些金属的东西全都是YKK的做工还是蛮好的 用料也是很足的 OK 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实际看一下这款背包 能不能装下我想要带回老家的这些电子产品 我们来看一下 OK 这里呢这些东西基本上就是我这一次回老家 需要带上的电子产品 一个数码相机 一个镜头 两个镜头 一个无人机 包括无人机的两块电池 它的手柄 还有它的充电器 还有这些充电宝 还有这个只是一些小配件 一个配件小盒 还包括相机的电池 还有一块电池用在充电 还有相机的充电器 还有一些小零碎的东西 包括我手机的充电器乱七八糟的 我们先把这些东西看看 装到这个背包里面 它会占用多大的空间 不过呢因为拖勒的这一款背包 并没有给无人机一个很合适的一个隔断 很合适的一个地方 所以呢我决定把大疆的这个无人机先装到 大疆它附赠的这个小背包里面 然后再把它装到这个大背包里面 我觉得这样可能会更安全一些 OK 现在第一步我要先把 大疆的这一堆东西 先装到这个大疆的这个背包里面 OK 这样呢就把无人机一套放进去了 我们先把背包拿上来 我们来装一下相机先 在这个位置我们装一下相机 它在这个地方有一个隔断 这个隔断呢我觉得是可以放这个镜头的 这样 因为它里面的隔断都是活的 大家可以随意去调整它的 它的这个空间距离 然后像两块电池还有充电器 我就可以放到这个下面 因为相机我觉得我把它放在背包里面 那就必然它并不是用来摄像的 它是用来拍照的 所以呢它就 我在可以不取下背包的时候 就可以把相机拿出来拍照 所以呢我就这样直接横晃在这个里面 OK 这里面的空间还非常非常的空域 还可以装很多东西 因为我现在还没有正式的开始收拾我的行李 所以呢暂时给大家这样演示一下 OK 然后把这个拉上 然后我们把这个上面部分打开 看看能不能把这个无人机装进去 无人机背包装进来 OK 看见了吗 已经装进来了 而且这上面空间还蛮大的 放几件T恤也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你不放的话 那就可以把它像以前那样给它卷起来 然后这些地方呢 就可以装这些像充电宝啊 然后一些你的 证件包啊之类的卡包啊 这太轻松了 这个地方还是可以放一个三脚架的 这个地方是可以放一个三脚架的 我来试试放这个 OK 上面再加一个云台的话 会比较高 OK 这样这个地方就可以绑着 然后这个地方也可以绑着 我来背上试一下 其实现在蛮沉的 这一套东西真的蛮沉的 大家不知道能不能看到 我现在背起来的效果是怎么样的 但是我现在煎蛋还没有调 怎么样 大家觉得这个很没包 很很很结实啊 就是这种完全绑在你身上的感觉 真的是完全绑在你身上的这种感觉 来看看 齐活 我选这一款背包呢 主要就是看中了它的外形 我觉得它的外形很漂亮 比那款国家地理的好看 所以呢 我选择了这一款 嗯 国家地理的那一款 我也很想买 那一款相机背包我也很想买 但是毕竟只能选一个嘛 我也没有办法去比较 因为那款背包我也没有用过 这款背包我也没有用过 现在我仅仅是把它装起来了 看一下它装起来的效果和它 尝试试一下它的这个收纳能力 具体这款背包它实际用起来好不好用 现在我也不清楚 这个可能等我年后回来的时候 再告诉大家这款背包 实际用起来好不好用吧 好了 这一期视频就这样了 这两天在年前我回家之前 还有好多期视频 还有两三期视频我要出 我得抓紧时间 OK 我们下一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个打赏